来 阿姨 你还好吗 晏爽跟轻衣 还好吗 他们没有醒过来 不过你不要担心 他们身上的伤都在慢慢好转了 只是要修复先例 许得好些年了 先祖岁月悠长 早晚会恢复的 你刚服用化神丹 还没有与你的内丹相结合 先别操心旁的事 我给你做了一些绿豆糕 能不能进去 我想跟你说说阿九的事情 可以吗 神君 兰风帝君的祭奠 结束了 凶手未出 王死者何以安息 恕我辜负神君好意 未将兰风下葬于天中 仍庭关于陵与殿中 那妖孽 罪行深重 就算是毁妖身碎妖丹 也未成不可 九天玄雷之下 会有胆的 既如此 我们怀恕告退 阿英 同意的事情 事关仙妖两件 你不要再插手了 可是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张雀 你送阿英回去休息吧 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啊 啊 没事吧 红衣呢 神君 他暗通妖族放走那妖狐 你还如此护着他 阿 神君 阿九不是屠落大曾山的真雄 闲山师兄 申嵌留的传音符 我找到了 师兄亲口所说 阿九是被魔所控制 所以才会引来天雷 灭了九星灯 为的就是仙妖之战 那别让大家都听一听啊 传音符现已破碎 我如何拿给你听 无凭无据如何性 今日青龙台上九天玄雷之下 若真有魔必会显现 可如今就快真相大白之际 你却放了妖狐 岂不是自相矛盾 我明明看到有魔器 从索仙塔中逃出 红衣身上已经没有魔器了 若是用了九天玄雷 岂不是会殞生亡死 真相才会被掩盖 岂不是无事 神军 蓝锋大仇未报 害他的凶徒却被安因放走 还恕此缘此恨无处诉 恳请神军 还蓝锋与我一个公道 不要 请神君 请神君明察 魔戚从所仙塔中溜出一世 可有其他人看见你 没有 就只有我 一人 你不信我 我真的看到 我在 大则山亦在 安音是我大则山弟子 一切处置 由我大则山殿国 神君可还记得 当初对华叔有何承诺 这是一方代表承诺的寓意 日后殿下若是需要古静帮忙 拿出这盒寓意 古静递当一步宫次 你说过 只要是我所愿 就一定为我做到 是吗 是吗 绝有此事 那我今日 就求神君见诺 言成罪先安音 恳请神君严惩 而言 请神君严惩 她是有罪 但本军说了 一切处置由我大则山定夺 敢问大则山 要如何处置阿淫 阿淫私放何必 重罪难说 即日起 将阿淫进于私兵殿 半月后青龙台受刑 拨除仙旗 从此禁足青池宫 不得再入仙妖两界 直至大则山 有重生之日 阿淫与我虽有同门之意 但已不过三界过客 我对她绝无偏思之念 望诸君莫要再多加传策 再应口舍是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明说过 你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你也分明答应过我 不会再用灼烧内丹的方式救人 阿易 水凝烧 性命脆弱 你不要再造大自己了 我在你眼中 只是一个过客 当真 就算我是迪威的水凝烧 就算我对你的真心 不值一提 和我们相处过这么多世 你不应该不像我 你相信我 那只是阿静的回忆罢了 关于阿静的种种 与我而言不过花火一顺 早已消散 那证明不了什么 对阿英而言 阿静是他 生而至今 短暂生命 最最重要的一个 我少有知觉就搬在你身边 你你不是是 除真化心都在你眼前 共同精冷冷争重 共为了身死 任何人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不可以 为何不可以 有何不可以 我对于你也好 我对于庞然也罢 我只能就事论事 今日一事 若就因为你的一面之词 我就偏袒于你 怎算公寓 我作为真神 如何复仇 我真的没有说话 我找到师兄遗言了 阿九他真的不是凶手 这些天工获临见一事 你不是说过 无论如何都会相信我吗 为何就是不肯信我 现在根本就不是 我信不信你的问题 我信不信你 不重要 怎会不重要 阿静 别再叫我阿静了 阿静只有名字 已经跟大泽山一同消失了 或许没有在大泽山静谷 捡到那颗水泥兽丹 结局会不一样吧 你后悔吗 后悔过 从今日起 不要再插手 先养两族的针端 在钦池宫 好好待着 我 在钦池宫 好好待着 长雀 你在这里护着他 我要去趟邀剑 小沈君 您是想 去等胡总 但我并非要去抓会红翼 而是我突然想到 在这世间 就委护除了红弱红翼之外 还有一只 清零 由红仙寸 专仙寸 救神隽 nin 나 造语 弹 好好 Devo Afoot 王 他怎么能进入魔阵 是他在控制这些魔器 他手上拿的不就是神军被魔族盗走的火黄玉吗 一定是他 释放魔器 谋害神军 现实曾言 火黄玉吸取真身神源 便能打开九渊杀玉的结界 还不住手 你没事吧 还好吗 还好吗 你为何会在这儿 我 神军小心 就是阿易 用魔器和火黄玉 卸取您的神源 你闭嘴 刚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们妖族要勾结魔族助纣为虐吗 阿易绝不是魔 神军 这个孽障妄图打开九渊结界 还好我们及时发现 一定是他 暗中勾结魔族挑起战乱 神军绝不能姑息啊 并非如此 是我感受到了火黄玉镇的 找到此处 看到神军 被魔器吸取深渊 但为何我能进入到魔阵之中 我也不知 但我所言句句属实 火黄玉在此就此奉还 原因未明 误口罪名 诸位慎言 火黄玉与我凤卒小凤君的性命 息息相关 且是由小凤君一人能够感应得到 你屈屈一个先手 又岂敢信口开河 阿英确实可以感应到 我可以为他证明 如今火黄玉也已归还 于凤予回归无碍 神军 你刚刚说 火黄玉乃是魔族清灵所切 可如今为何出现在阿英手里 而且火黄玉明明是神器 可为何如此轻易吸气你的神源 唯一的解释 就是被魔器所控 而刚刚阿英操控魔器吸取你的神源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若说他没有修魔 仲仙如何能信 阿英确实可以净化魔器 至于原因 无可奉告 神军定要维护阿英到底 不怕他与魔勾结 霍乱三界吗 你若为了一己私情 袒护于他 乃如何让南风帝君明目 你身为神军 又如何让三界幸福 我可令人有神军 我是水灵兽 所以我可以净化魔器 阿英 诸位若是不相信 一雁便之 这世界 竟由水凝兽上存 既然你是水凝兽 又为何隐藏本体 是本君 是本君故意遮掩 只是怕有心之恩 对他下手罢了 水凝兽的灵丹 不但可以净化魔器 也可以藏匿魔器 若他体内上有魔器潜藏 那对仙间实在是太危险了 阿英乃是我大泽山弟子 我承应师尊命令 需照抚于他 你们不愿带他回仙界无访 我带他回青池宫便是 山君 和阿英是师兄妹 情急之下护着他情有可恶 但恳请山君 就算不护着三界安危 也要顾惜师们的情欲 大泽山获夺因他而行 若你今日袒护于他 岂不是误了大泽山的亲命 恳请山君 禀宫夺处置 请山君禀宫夺处置 将下九天玄雷 顾我先见安宁 以阿英现在的先例 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 都会在九天玄雷之下 烟消云散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你们难道非要置他 于死地吗 请山君禀宫处置 将下九天玄雷 你们谁敢动他 我宁受天罚 也要毁了这世约 是 这劫正是因为 你知水云受惑 一意孤行 纠缠小神君所致 痴心妄想不自量力 非要凑上来 把这个劫难 带到他的身边 你知道小神君 为何如今不愿解 只因大则山覆灭 全部都是因为你 敢问大则山 要如何处置阿英 若是我没有离开大则山 或许还能组织这一切 我愿意受九天玄雷之心 以正我亲伴 阿英 孔雀王不必如此 催避缘起神君 我的错 便是一己之错 我知我有罪 也会一人承担 绝不会推吻 但此事与我大则山 失门无关 若孔雀王再入我失门 今日我就算是拼上一命 也定会护住我大则山 是阿英之错 我认罪 但若说我入魔 魔害大则山 伤害山君 此罪我不认 也绝不会认 请神君降下悬雷之法 只有此法能证我清白 此法之后 前程往事 事事非非 绝不能再牵扯大则山 和元启神君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方才说的话你是听不懂 够了 若你们非要一个说法 如此 水凌兽本体若 许凝云山韵阳 我风起仙虎 用元神剑斩断凝云山断齐后路 这样无论他身上是否有我 都做不了什么 这样你们可还满意 你要 你要毁掉你们人 我愿意受罚 真的 元神剑 小云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愿意受罚的神剑 我真的愿意受罚 神剑 神剑 神剑我求你 你知道你日常对我有多重呀 神剑我求你 成初已定 不容在意 我求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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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你 却离开 狠狠才如心飞 总是以为 你流了一味 颠簸 情等谁 爱如罪 无可离会 土上的人 多少擦 розidence Christmas 谁又在收 无人采泄得顺 天涯太远 欠你一刺容 阿静 别再叫我阿静了 阿静只有名字 已经跟大泽山一同消失了 若是我没有捡起那颗水凝兽袋 结局会不一样吧 你后悔了 后悔过 阿英与我虽有同门之意 但已不过三节骨骼 我总是迷惑 你流浪余味 遍不清等谁 爱如此不肯理会 几生前 多少他坚弱 即可奉陷骨 早日了解出事 阿英有华神丹无敌 被剑中混沌之力封出陷骨 林丹也无碍 待两族退兵 回去后 再慢慢与他解释吧 阿英此生不过是神军命中艰难 神军唯恐避之不及 我却如笑怀追逐着你 如此不止 神军保重 神军凌尾 阿英 尊 几千里 我却 AA 我却 都罢了 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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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罢了 我却 我却 住手 我知性陷过一次 他受不了这一切啊 那今 能变成 大则山弟子阿英 仙谷 无封 生死不尽 不要 不尽 灵弹已退 云琪 收剑啊 不尽 云琪 收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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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 划写在宫上 与你胸 碎碎 潇潮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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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年如梦 风起尘埃 思念 尘埃 阿姨 你梦容然 往事成无然 只已碰过往情的幽安 细时久留言 细时欲回首 细节 看未将转 看三首不还 看此路迢迢心 相伴 看一生圆满 细细 往哪里 尝尝 路啊 走 走 走 小神圈 别再招了 魂印已经无用了 阿阴她 小神圈 小神圈 我刚才使了个愿望 一定会领的 好美啊 快学院 小神圈 小神圈 你看那边 真好看 是啊 走 你看 得成笔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 阿阴 阿阴 这次我不会再松开你了 我喜欢你 嫁给我好不好 我愿意 对不起 来 来 来 小神圈 小神圈 有真神神圆 和混沌之力 纵使受了这番大劫 也不至于一病不起啊 她之前失去了大则山的铜门 如今又失去了挚癌 现在五脏俱焚 阿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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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小神圈 阿阴在幽冥界 元喜 你未免太过嚣张了 我只是 想把他找回来 我能感应得到 他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用平剑 你要想寻他 就先过钟灵宫这一关 走 主人 你要算往前走了 你的身体 不可 夜火上是祖神立下的屏障 即便是真神 碰到夜火不仅身体会被灼伤 连元神也会受到影响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房屋 在哪儿 是 维队 昊杀 很重 还行 还行 子 阿晋 阿晋 阿易 阿晋 阿易 阿易 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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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前是手中弦 望着你的眼 这三生在寻找中 往事和眷恋 你的笑是我最甜贪念 爱也彻夜孤宣 飘离你的脸 这三生在寻找中 我来了 好 你的心是我独秀的无言 是谁说过话你永不相见 是谁说的死神永不相恋 我用沧海交换枯萎 是谁说过话你永不相见 是谁说的死神永不相恋 我用血泪抹去你一遍 只不得遗憾 奔赴你的永远 是谁说过话你永不相恋 你永不相恋 和人间都被你找了个遍 我这幽冥界 也被你用神力找过了 你 可死心了 我给阿姨打伤了我的魂印 我能感受到它 那都是你的幻觉 你自觉对不起他 于是 便以为他还有生计 杜洁篪 我还没有找过杜洁篪 魂飞魄散之后 怎会入得了杜洁篪 罢了 你好好瞧瞧这杜洁名册 可有他的身影 世间都说他是你的劫难 难道你就不是他的劫难了 你和他本是此笑彼仗 可所有人偏执让他为你让路 他这一生虽短 却比你们许多神祖 仙祖 光明磊落的多 他坦坦荡荡地爱过 坦坦荡荡地去了 如果他没有遇见你 便不会承受这样的痛苦 活着的时候便不见你珍惜他 现在死了 又来行刑做态做什么 我想 他此刻纵然是刻尘埃 也比在你身边快活 假如你真的想要心安 倒不如一心一意把那魔头找出来 总比你在这里要死要活 有用得多 否则 我觉得你这副样子 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母后 我定会亲手把他们找出来 但阿易 我是绝不会放弃的 阿易还在这儿 我可以感受到他 十年找不到 我便找他百年 百年找不到 我便找他千年 千年找不到 我找他万年也罢 我能活多久 我就找他多久 我们终会相见的 好 千年间 你用混元之火 将官世晶的碎片 炼化为此云珠 此云珠可以追溯过往 如今 即将呈现 云珠炼成之日 真相肃青之时 小神军 我们不在这几日 魔祖和紫月可有消息 这千年来 小神军一直拒绝回神界 一边寻找阿淫 一边暗查紫月和魔的下落 可这千年来消息全无 小神军又何必 继续查吧 他们怎会有出错的时候 我有耐心 对了 阿宇呢 阿宇 玩得那么开心啊 小神军太过纵容紧小兽 无妨 让他闹吧 阿淫 阿宇 阿宇已经出口了 你若见到这一幕 一定会很开心吧 ... 魂印 阿淫 修衍 我又感受到阿英的魂印了 那些都是神君的错觉 绝对不会错的 这千年来 我每一次感受到阿英的魂印 都是在这幽冥界 告诉我 他究竟在哪儿 该说的 秀燕千年前都已经说过了 就算神君天天来此 秀燕也只有这句话 神君请便吧 aráaráará 圆子 千万有 领心 一粹 仗中 杀 Oliver 这是什么 这竟是阿英残留的一分先缘 没想到在原神剑下 一只小小的水凝兽 浸霉灰飞灭 想来 是缘起那家伙的魂印 护住了阿英 那 那阿英她还能回来吗 这是幽冥界万年一开的血连 我只能用它试试 能否护住阿英残破的先缘 从此 血连与阿英的魂力相连 连生 自阿英生 连灭 自阿英命 连生 连灭 全凭她自己造化了 如今血连只剩下最后一半 阿英的魂力也微弱到 只剩下最后一次离间 那位仙君还没有等到他要找的人吗 是啊 都千年了 我看 他是找不到了 既舍得亲手将他批死 又何须事后 装出这样一副执着模样 把戏啊 都是把戏 你 他如今只剩最后这一次了 什么 若是他最后一次理解没有恢复 婚礼会怎么样 你若不说 你给我自己去找萧嫣问清楚 安音 你别去 我说 如果最后这一次还是不得圆满的话 安音他就灰飞烟灭了 他现在在哪儿 他已经历劫了吗 他一直就在桥上 就等着走最后这一趟 我去找萧嫣 看着下一颗泪结几斑 半珠招募更迭四季轮转 幻念如梦风起尘埃 思念成爱 闭门浓淡 往事成默然 却已碰过往情的幽安 阿姨 现今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不记得我了吗 无妨 不管你是不记得我也好 还是还在生我的气也罢 只要你在 我们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但你现在魂力不稳 我去先把你带回天宫 悬池江阳 然后再回佑民间 我不去 我为何要跟你去天宫 我与你又不相识 何必受你这样的恩惠 阿姨 先前都是我的错 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好吗 难道 难道 这是哪家的仙君呢 看着气度不凡啊 不过她为什么看着这么悲伤啊 我知道 好像千年之前 她喜欢的一个女仙君 爱上了妖族的胡王 那女仙君 助胡王毁仙界灵山 先挤仙妖大战 她经手在三军阵前 将心爱的女仙君用法器 批得仙缘尽散了 所以她每年都会来瞧瞧 看看能否寻到那女仙君的一点残缘 仙缘尽散了都不肯放过她 真是够狠的 我就是她们口中 被你亲手批死的女仙君 那个女仙君已经死了 我不是她 我是幽君阿姨 所以你不必在我身上补偿 我也不会受与己无关的恩情 阿姨 这是你最后一次历劫 你现在的魂力 很有可能会挺不住的 你听我的 先回玄池江阳好吗 放手 等等 阿姨等等 等我给你寻个更好的命途 不必再费心了 每一次都是万里跳意的好命途 结果不都是如此吗 阿姨 我带你回妖界 妖界有那么多宝贝 一定能助你蕴养魂力的 你们如此帮我 是都把我当成了那位女仙君吧 阿姨你是都忘了吗 原是我这千年来 都活在这个女仙君的影子之下 被人安排度过的 可是你们口中的女仙君 我已经全然不知了 那些往事 你不记得也罢 但不论你变成谁 我都是你的好朋友阿九 阿姨 跟我回妖界吧 不用了 既然我已经不是她 那我与各位的缘分已尽 这最后一次历劫 无论好坏 我都要自己做主 与各位无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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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为心尽 是 有 阿易呢 为何却我自己回来了 不好 这到底怎么回事 阿易的婚礼太弱了 这次离戒还未开始 就已经支撑不住 我来救她 没用的 神力也酝酿不了阿易 主人 求你快停下 这样下去 你会神力耗尽 神源散尽的 主人 阿易 主人 血连已无生计 求你放弃吧 神力救不了她 我便用我的神源救她 不行 主人 你若祭初 将 将性命难系啊 主人 主人 阿易是被我害死的 难遂 若是我没有办法 让她活着回来 我有什么脸面 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死你 死你 总是 阿易 你 找人 是吗 抓人 对 别人 有事 还好 有事 没有事 过分 太多了 我 你 有事 是吗 你 你好 是吗 你 他 公尉 你不能说 淡血不会遗忘 浪过余温 阿姨 你现在 还能感受到阿姨的唯一吗 阿姨 你已经不在了 夫人 阿姨 2 金区 3 金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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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 你是屈尊将贵 在凤尹身边做一个月的贴身小丝 让他消消气 如若这两点你都能做到 退婚的事 我便答应你 好 就让姑姑说的办 绝对不嫁 凤尹竟是这么说的 是 小凤君原话如此 如此 行吧 就按我吩咐地去安排 是 是从如此爽快就答应你 那 那位神君如何说 要是让小凤君知道 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薄情龙 先开口退婚了 那多没面子 那元启神君 别提多懊悔了 正死气悲哀的求陛下呢 后来 试听族里的长老 提起华叔帝君 与阿姨女君的往事 觉得面子上无光 这才不情不愿的 总算答应了退婚 他的反应 正如你所说那般 就是这样的 神君 神君 凤冤陛下吩咐过 须将你与其他弟子一同试之 不能有特别待遇 可是 其他职位都已经有人了 就劳烦神君 负责打扫庭院吧 一切都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 速决烦神く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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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花怎么换了 我之前定的不是 金凤 龙船 与凤尾云冠吗 这些惨惨淡淡的品种 怎么配得上 我们小凤军的威仪 无妨的 凤桓 之前那些岔子烟红的 我也早就看命 如今这些青雅 我倒也喜欢 留下吧 我先回房了 我先回房了 凤宁 这次的花是谁负责买的 元启神君让买的 神君 神君 我想了想 这庭院的活儿 对您来说 还是不大合适 正好 最近膳房比较空闲 不如您就去膳房吧 也罢 一切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 神君 我家小凤军啊 不爱仙界的八真玉石 反倒喜欢人间的粗茶淡饭 寻常点心 我这浑身的厨艺使不得 反倒得天天研究人间菜谱 好 殿下 这是新做的糕点 这糕点哪儿来的 厨子做的 厨子 小凤军 你为何会做人间没事 回禀小凤军 是一个新来的杂役 教的我 在里面 主任 小凤军 神君的爱好 倒是别致 小枫君认得我 千年前涅槃之日 被搅得先渊尽散 认谁也不能忘吧 千年前确实是我莽撞 缘起在此 成心之间 神君这个礼 我受着了 多谢 青池宫事务繁忙 神君遭回 小枫君 我答应了风原姑姑 在梧桐岛给你做一个月的杂役 来弥补我青池宫 无辜退婚之国 无辜退婚 神君做的这些点心 实在是不合我的威高 还有你修理的花园 让人越看越不顺眼 为何神君的错 要让我来受呢 这些事情我会反省 努力做到更好 不必了 毁你的青池宫 但我已经答应风原姑姑了 应该说到做到吧 果然是神君 只顾自己仁义二字 全然不顾他人感受 还是如此 对不起 你待在这儿 梦桐岛出现在我的面前 眼不见为惊 林峰 她怎么窜进来的 我看见了 风云每日这时都会在古树下 吐拿修炼 莫要让完她 抱歉 在下信步游走 一路赏景竟侮辱此地 打扰女军修炼 是在下失礼吧 还请女军原谅泽阁 女军的融资 真是顾盼宜光彩 荣华要朝日 怎么之前从未见过女军 要不然 在下定是过目不忘的 女军该不会是 梧桐岛新生小凤军 凤尹殿下吧 在下听说 凤尹殿下出世 从未见过外客 没想到 却与在下 在此情此景相见 不得不说 这是你我的缘分哪 天不知耻 您说什么 雷火服 雷火服 快给我解开 这个就不能 凤尹怎么会用我的雷火服 又怂又弱 是谁给你的胆子到我跟前来装偶遇的 此处是梧桐岛祖术所在 不应外客 说 谁让你进来的 殿下息怒 在下并无恶意 只是 对殿下新生仰慕 才让凤鸣行了个方便 想你 仰慕我 你都不曾认识我 何来掩慕 你怕不是觉得 装模作样说几句 恭维我的话 我便会对你好奇心生欢喜 千年不变 好大一张脸 千年前我降世之际 也是在这梧桐岛上 你得拢望熟 轻灭真神的高谈阔论 我如今还记忆深刻 当时我便教训了你一端 忘你一掌点记性 可这千年后 你给你爹到处丢脸的 倒霉德行倒是一点都没变 是你 当初 替古今出头的人不是华叔 是你 知道就好 还不赶紧滚蛋 还有客人 那实在梧桐岛 助我解围的人是你 你在降世之前就可以划刑吗 我还以为 神君不用对我说 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 千年间也是看着 凌风势强凌弱 无论是谁 我便都会出手相救 此等小事 倒不必一直挂在嘴边 倒是神君你 打完杂娟应该回到你的青池宫 我们都亲一亲 在三岛 matter 主人 看来这小凤君 可真的是不喜欢你 我到今日才知道 原来当年助我解围的人 根本不是华叔 可是凤业 华叔见在此世上 骗了我千年 于凤业 我连救命恩人都能认错 他自然会厌我 只是方才他用的那雷火符 雷火符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跟你画的是一样的吗 就因为跟我画的是一样的 那是我千年前 为了省事独创出来的 我只教过阿姨 方才雷火符的画法 无归前辈 您怎么会 沈君 方才要说的话 凤隐说得很是清楚 速速离去 前辈 好不容易来一趟梧桐岛 好好叙叙酒 请 这小枫君 又是何时使得 无归前辈的 这小枫君 何来情根深重 神军不也是说断就断 说忘就忘 如今我堂堂的凤凰 心性能比他差 在这世上 谁做情深 谁又负了谁 我半分关系也不想沾上 随你怎么说吧 我还该走了 奉旨向往的九州八荒 各处奇景真处 我要替他去瞧一瞧 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 你是真的放下了 今日这甜糖有些过于甜了 之前都是陛下领来的那位侍从所做 他走了 我们还一时摸不准殿下喜好 我进玉膳房再重做一份 不备了 这样也能喝 是 对 对了 今日可能要晚些旧情了 还有很多的仙门文书没看 帮我换成喜神像吧 小殿下喜欢的香 也是那走了的侍从所添所配 我们怕配不好 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方 加油 如果你看到流星的时候许愿 连愿望都会成真 那我就希望明日我们在赌方能够拿到彩头 拿到竹灰 竹灰 你让我冒入你 对 和你 我们人都无法 知识 这辆水 可以孕育你的灵力 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了 从今日起 不要再插手 先要两足的成端 在青池宫好好待着 程翠 我求你 成处已定 不容在意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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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气鬼 你是 你是何方的小贤 我是这儿的主人啊 主人 姐姐 你要吃冰果子吗 姐姐 你手受伤了 无妨 此处为何 你是水凝双 元启哥哥 阿语 元启哥哥 花生了何事 凤凰 来我宁人山有何事 他是阿语 他就是那个水凝双 七年前宁山被毁 玄虎早已不在 为何一只水凝双蛋 可以化性成人 凤凤华 你初来仙界为何会认识阿语 不认识 只是好趣 此处为何会有妖趣 看样子 并不是第一次了吧 的确 不过不是妖 是先伪装成妖 所以还是会留下很多痕迹 果然 嫌弃留下的痕迹 被妖毒干扰 无法辨别来自哪个仙门 我记得浮尘有放到法律的追踪器 我可以去找他 让他查个清楚 浮尘见 没错 凤凤华为何对四冰店的兵器 也会如此了解 此前我先来无事的时候 典籍自然是多过一些 我跟这只水凝兽很有缘分 你可愿许我梧桐打玩玩 好啊 我也很喜欢姐姐 元琪哥哥 你就让我去吧 姐姐刚刚还救了我 好不好吗 好不好 我可以把我帮助 插到你 没错 不是 bei 不 呀 挺 你 不是 他 主人 你这样真的很奇怪 堂堂一介神军偷摸跟踪还昆逝 你说他上了天宫之后 直奔私兵殿一点弯路都没走 太熟悉了 老葫芦 扶陈呢 老葫芦 神军为何也偷偷跟来了 因为我想求证 我想知道 为何晓风君会对这天宫的一切 如此了解 神军以为如何 好像自从我用了你独创的雷火符后 你对我就多了很多的问题 是 因为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除了他之外 还会有谁 那样化雷火符 会对一只水凝兽如此关心 对私兵殿的武器如此了解 你口中的他 莫不是传闻中 让神军殿念千年的水凝兽 所以神军是用我来惦记故人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对我来说很麻烦吗 那我就再与神军说一次 我像是之前就在仙界到处过 对哪里都熟悉 这不足为乖吧 我并没有兴趣来做神军 回忆过去 表演情深的工具 提起你 既然那水凝兽已经生死盗消 无论你是愧疚也好 又或是后悔罢 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就此收手 不要再执着 没想到这小凤君骂起人来 还挺合老夫胃口的 既然符合你胃口 俯身仙君可否报我一个忙 你可笑颜的骗子 还挺会顺水推舟的 想得没想 老夫为什么要帮你们 老夫此生只信一个人 也只服一个人 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水凝兽阿易 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可是被你们这位神军大人 亲手斩灭 俯身仙君 此事与他无关 是我要找你帮忙 若你愿意帮我的话 任何条件随你提 先走了 如果要听见你 咱们只想把我帮忙 还喜欢我 向小凤无缘 我好想赢这个 不如你 你不如你 你不如你 你不如我 你不如你 你不如你 不行 不行 你也不成 为何我也不成啊 我可听说了啊 你们两个 已经有了婚约了 我要是帮你啊 我都觉得晦气 傅臣仙君 你这消息可不灵魂啊 我与他没有关系 他的婚约我拒掉了 确实如此 你干得漂亮啊 你这小火风 都挺有意思的嘛 不过这样的话 就让老夫很为难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个机会 你跟我打一架 要是你能赢随你 如果我赢了你 让你任我做主也行 你要是赢了我 任你做主也无妨 关键是 你也得能赢啊 我赢了 我赢了 愿赌服输 不输了 你也太强了 我打不过你 愿赌服输 我以后 小凤君就是我的主人 任君驱使 是我凤族的五彩金丝 可五彩金丝一直由凤鸣在包款 凤鸣 此前他也说过 有人想对郑昏塔下手回我肉身 可郑昏塔也在他的手中 说是如此 当真是有趣 据我所知 凡是凤族具有上君资质者 皆可驱动此法界 究竟是不是凤鸣或许还得等服输 追踪之后才没有见过 此前袭击阿宇的人 被我打伤了手臂 只要服输可以追踪到此人 一查便知